而在同一时间 民进党的县长候选人Gulas 则是在光复乡举办了 中部地区竞选总部的成立大会 希望在原住民的大本营光复乡 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总统蔡英文也请自到场来站台 抢攻原住民的选票 部落头目黄阿龙为娃娃的班萨Gulas Yutaka 推想起原住民选战号角 原名歌手莫言大唱竞选主题歌 邀请花连人勇敢的跟着Gulas向前走 现场选战气氛热烈 虽然天空下起了大雨 不过各乡镇原住民族人 更是踊跃到场力挺支持Gulas Gulas不仅公开表示决定将这一次选票补助 以及政治现金余款全数要捐助给花莲做公益 也肯托乡亲不分族群 用选票光复花莲荣耀花莲 花莲是属于花莲人的 我再说一次 我们拒绝贪污腐败收回扣 收贿赂 接受厂商不当的招待的县政府 马上辞职下台关门大警员 我们想要有新的县政府 因为我们的民意要被尊重 Gulas不怕县议员监督 Gulas希望县议员来监督我 因为Gulas主张 今年的选举不是一场选举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要求开放政府的选举 今年的选举是一场要求花莲县政府 透明化 公开化 倾听人民声音的一场运动 的一场不一样的选举 我们要求花莲县政府开放透明 Gulas强调这一次的选举是一场回归民族的运动 当选后要让县政府公开透明杜绝 收受回后文化 而总统蔡英文也特别到场拉台民进党籍各个候选人 同时肯托乡亲全力支持力挺优秀又贴心的Gulas 蔡英文表示花莲不是后山而是台湾民族的靠山 肯托乡亲在21天之后用选票打破花莲家族政治利益 所以他要带领我们不仅要走向建设 走向产业的发展 他最重要的 他非常贴心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Gulas也很关心原乡部落的医疗资源 并且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关注我们部落的健康的议题 我们反观现在的县政府 没有无力解决花莲人生活的基本需求 Gulas当选以后 他要全面强化我们县内的基础建设 解决我们人民的需求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花莲县现在需要一位县长 在建设花莲的时候 不会被那寒根错节的地方利益关系牵绊 Gulas参选以来 就宣誓要把花莲还给每一位花莲人 他刚才在演讲的时候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他的政府一定是一个透明的政府 他政府一定不会被地方利益绑架的政府 大家说好不好啊 好 民进党籍县长参选人Gulas Yudaga 相继成立南北区竞选总部之后 今天下午则是在花莲中区光复乡成立中区竞选总部造势活动 民进党花莲对全力冲刺 在各个部落头目及族人的乡挺支持 气势如红 11月26号要一起光复花莲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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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